這幾天前 新北市議會國民黨團 只希望主立倫可以出來做個 今天又聽說 為了提前要準備日空一數年的 市海域選舉 當然還有暫時希望主立倫 繼續牽出連任新北市中 這也代表說主立倫 如果是連任成功 就要讓卡在新北市 主立倫今天對這個事 是不願意解說了 國民黨方面是說 目前對日空一數年的選舉 也沒有幾位 現在是主立倫來參加新北市 原住民族的運動會 鼓勵大家的組會來為新北市打招 不過近前新北市議會國民黨團 只希望主立倫來做行進議長 現在又傳出有東來 鼓勵希望競選連任為難贏 收到全國最大的票稱 也提早日空一數會 切合於選舉的補強 不過現在代表主立倫還是連任 成功的卡在新北市 影響未來的發展 主立倫對處還是不願意散考 我們好像每一天 都很多的政治新聞 不過講這些都沒有任何的意義 臺灣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停止內耗 少談政治問題 多談經濟 我們現在任期才第二年 我們趕快把所有的市政工作做好 把建設做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那幾個邊來問主立倫 是不是任何有人跳過 把他卡住的主立倫是不可以回應 就像這裡離開 國民黨是表示現在要真對待 立空一數七夥的選舉來做幾位 最近幾個關都一直對著 主立倫未來發展來提出不一樣的建議 稍微可以來評論國民黨來的中心 現在最接班獎未的會有比 記者庄志雄 鄧欣良 台北部都